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 现在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对你隐藏的感情 以及呢 在你们近期的关系的发展 会是如何呢 那么在台面上 总共有三个选项 有左自右 一 二 三 选好了吗 我们就开始了 今天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 第一组牌组的朋友 那么在验证牌 以及就是在神语卡的地方 所想给予你们的讯息 首先我们来看说 在选到第一组的话 神语卡所想给你们的讯息就是 事实上在你们目前生命中 或是说可能在跟这个人之间相处的话 其实上你现在已经成长了非常的多 并且呢 有可能你已经有跨越了 非常多的一些的困难跟阻碍 然后事实上你也是 也是因为经历了非常多的风风雨雨 才会有现在的你 所以比方说其实现在的你的话 一定是相当的有自信 或说其实在对于感情 或说在事业上的某一个部分 一定会特别的有成就 或者说是特别的有这方面的想法 所以你之后是能够带用你 所学习到的知识 或说你所领悟到的这些智慧 去带领和你相同 有面临到这样的处境的人 所以同时也可以看出来说 目前的你的话 不仅是非常的具有魅力 同时你这个人本身 也是有一定的信心 你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这个荷尔蒙 是能够去感染到身边其他的人 所以其实你的灵魂的层次 现在是非常的美妙 也就是非常的美丽 所有的天地万物 或是说宇宙事物 事实上他们正在 把他们所有的力量 就汇集在你这个人的身上 所以其实在表示说 在之前的你的话 一定是有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那现在的话也恭喜你 就是终于从那一个困难跟风雨之中 慢慢的再走出来 虽然现在是还没有完全 可以达到你心中 最想要的那个境界 但是现在的你的话 是已经让自己走上个 更完美的道路之中 是已经在这个路途上了 那接下来看到说 就是在验证牌的地方 就是你目前所感受到 他对于说你的态度 或者是说对于你的感觉 那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说 事实上你可以感觉到说 对方目前在对待你的态度 他有时候可能正是会 比较没有耐心 或说他会比较容易 跟你有些争执 或者说跟你有些的吵架 但是你又能够去包容他 或说你又能够去理解他 同时呢 对方在对于你的话 如果说他可能在心情比较好的时候 其实他对你的这个部分 你会觉得说他是蛮用心的 或者说其实他对你的话 是非常的有感觉 所以其实看到选到这一组的你们 目前的话你们其实在对于说 这段关系 或说这个人所对待你的态度的话 你基本上是抱持一个 比较偏向正面的评价 那但其实在偶尔他比较有情绪上的时候 你还是会觉得说这个人 有点太过于情绪化 或说比较不好去理解到说 他现在目前到底是为什么 对你讲话是这么的冲 或者是说是这么的不悦耳的这样的情况 那有时候呢 他可能会跟你分享说 他在面临感情中的一些的创伤 创伤 或说可能他比较没办法去忘掉的一些的伤口 那同时他也会希望说 你可以给予他一些的时间 然后他也是一直不断的 有去为你这段关系 有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或者是付出 最主要是说 这个人他其实会 就是说你会感觉到说 他现在其实对于你们这段关系 他算是蛮有表现出说 他确实很在意你的 但是有时候你也是会感觉到说 他还是有被之前一些所经历过 或所发生的事情 给牵引着住 他在对于说这份感情付出的一个程度 所以其实你看起来算是说 蛮愿意说愿意去等待他 那他其实有感受得到 你是有为了他早想 所以你也没有太过去逼迫他 所以目前的话 你会感觉到说 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你的感觉 或说态度会比较 有点矛盾点 或者是说 会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统一 并且会比较有那种情绪化的状况出现 就是会看 针对于说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他可能比较没办法接受 他就是会不自觉对你发火 那你会觉得说 到底关我什么事 就是你会变成 他是一个另外一个出气孔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那这的话如果说 验赞本还符合到他目前 就是你所感受到 他对你的态度 或是感觉的话 那么来继续往下看 那么接下来往下看就说 那现在他对你的隐藏的感情是什么 那这边其实从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事实上他现在 应该说现在他 他确实是对于你这个人 他有蛮多的信任感 或者是说 其实他会觉得你是他人生中 或者说心灵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避风港 所以其实当遇到你 或者说跟你相处的时候 他会仿佛就是自己也回到了一个家的感觉 所以其实你在他心中是一个蛮重要 或者说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 并且呢 他也可以感受得到说 其实你对他是有很多的那种包容 所以其实他现在对于你的话 他是不仅很依赖 很信任你 同时他才会一直不自觉对你发脾气 所以他会觉得说 你就像是一个能够帮助他的这种的角色 你不仅能够帮助他 你也可以一直不断的包容他 所以他对于你 他是有非常多的感谢 以及就是感激 并且呢他也可以因为你对于他的温柔 他是有被你的这个部分所吸引的 但是呢他有时候 其实他心中会有一点比较矛盾的部分 就是说他会比较没有办法用理智 或者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你们的这段关系 所以因此有时候他才会 比较有一点情绪化的状况出现 就是他可能心烦意乱的时候 他虽然觉得你是一个很值得让他信赖 或者说信任的人 所以他才会不自觉对你发脾气 那就算他可能真的想用理智去控制他自己 就是不要因为太过去信赖你 或说太过去信任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就是不要对你发脾气 他没办法去控制他自己 就是他比较难 就是会不自觉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呢因为有时候他也知道说 他对于你的感觉可能会比较偏向于说信赖跟依赖 那种真正爱的感觉的话 是正在慢慢的萌芽 或者说其实正在慢慢的孕育 可是他还没有办法去察觉到的这一份感觉出来 所以他现在其实在跟你们之间相处的时候 他会比较疑惑 或者说他其实也蛮纳闷的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如何去维系你这种关系 或者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你 或者是说回报你 所以通常会显得比较显得出说 是要由你来主动去维系这种关系 或者是说你要自己能够去包容这个人 要不然通常其实他会觉得说 自己其实对你是有一些的亏欠 或者说是有一些的抱歉 但是他却也不知道说自己应该要如何去掌握好 或者说自己应该要如何去报答你 他对于说这部分的拿捏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掌握得好的 所以他会通常选择说是用一种逃避的心态 或者是说就是得过且过随便过 就是顺其自然的方式 但是理所当然就会变成是说 你就会造成你就是这边比较累 就是其实这部分的羊看起来说 你会对于你来说的话 可能真的会比较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接下来往下看就说 在你们的近期的发展会是如何呢 那其实看到说 其实在你们近期的这个发展的情况的话 对方他其实在接下来仍然还是会占转关心 里面会愿意想要多付出什么 或者是说再去多做什么 所以在接下来发展的话 其实对方他也不会太过于去拒绝你的这样情绪 所以如果说你们可能想要主动找到去邀约 去哪里啊或者说可能一起吃饭的话 事实上是有机会可以和他有更进一步 或者说是有机会和他一起跑出去玩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不过这时候可能你们要特别的留意就是 你们平常日常生活中 如果说是在那种没有共同兴趣 或者是说可能工作上面是没有任何的交集 如果说是比较一般私生活的话 那实际上你跟对方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 比较少联系的情况 甚至呢他有时候会无意间的想要去躲着你们 其实也并不是说他讨厌你们 或者说他不想跟你们有这部分的交流 只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你 为什么叫做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你 就意思是说他可能觉得话题已经干掉 或者说可能他现在对你讲话会觉得比较没有feel 没有那种感觉 他就会下意识的就是想要去跟 让他觉得比较有话题聊的人多聊一点 或者说比较会把时间花在他们身上 所以你们这条留意 如果说你们之间的兴趣是 应该说你们有共同的兴趣 或者说有共同的嗜好的话 会比较能够去维系你们的这段关系 并且如果你们正是 你们也是工作上的同事的话 那你们之后其实会有机会可以一起出去玩的 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 然后你们的这段关系 其实在能够见面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快乐 并且呢也会觉得是非常的踏实 就会觉得说你们俩之间相处在一起的这个时光 就仿佛世界是停止的 但是等到你们俩之间 可能是各自开始去忙各自要忙的事情 或者是说可能没有见到面 只靠通讯软体的时候会真的比较难去联络的到对方 或者是可能对方在对于你的回应 或者是态度上面的话 会让你感觉到说比较冷淡 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心中比较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但其实对于你们而言的话 可能会 应该说你会下意识的想要继续去等待他 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有呈现出一种比较不安的情况 甚至你会出现一些比较埋怨的情形 但最主要的讯息是说 接下来的话有可能跟对方会比较有那种断断续续的联系 比较没有办法有那么频繁的来往的这样的状况 所以建议你们就是之后可能要尽可能把握跟他相处的每一个时刻 尽可能的就是在你们相处的当下的时候 就是要多制造一些让他难课或是说 难忘 应该说难忘啦 难忘深刻的会议的这样的建议 对你来说可能会比较能够帮助或是说去推动你们的这一段的关系 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有帮助 无所能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按赞留言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跟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新年快乐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就是选到第二组牌组的朋友 那么在这边神域卡说上给你们的讯息就是 事实上在如果说你们针对说这次的题目的话 神域卡是想告诉你们 在你们目前所遇到的事物或者说任何的事情的话 会希望说我们可以继续带着这个美好的眼光 或者说美好的想法去看待 世界万物的任何的一切 虽然我们人生之中总是有许多的梦想 或者是说会希望可以看到 自己或者是说其他人幸福的这个时光 但是呢只要当你的心中感到有感到平静 然后是能够去真心的祝福的话 至少你也是能够吸引到这些更加美好的人事物 那当然呢其实现在目前你的话 是可能比较孤单 或者是说可能是在这个比较动荡的时期 但是也希望说你不要那么轻易的放弃 就是你必须要给予你自己能够变得幸福的机会 只要当你还愿意去相信这个世界 或者说你还是愿意去相信你的梦想 去相信你心中对于说爱情的这个美好的信念 那事实上你是可以遇到更多 或说更美好的事物来到你的身边 其实你并没有被世界给遗忘 你也并没有被你的信仰给遗弃 因为你其实就是你自己最大的宇宙的力量 你自己可以成为你一个最棒的磁场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来继续来往下看 就说在验证牌的地方 就是你目前呢所感受到他对于你的态度 或者是说对于你的感觉 那这边同时也看到说我们很特别的话 有抽到恋人牌的正位 所以表示其实你目前的话会觉得说 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 对方他是把你看得非常的重要 甚至呢有时候他会想要很主动的来找你们 就算可能对方呢他是有点带着逃避 或者是说可能会有一点比较出现懒散懒惰 没有想去经营这段关系的情况下 你偶尔呢还是会感觉说两只间就仿佛 是命中注定会突然偶遇他 或者说两只间会突然心有灵犀的 容易会讲出同样的话 或者是说会突然想到同样的事情 所以你会觉得你们这段关系就仿佛好像是被这个宇宙 或者说被上帝所祝福的 但是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 你又会觉得说其实你们真的很缺乏 所谓相处在一起的这个共同美好的时期 或者是说我们俩之间美好的回忆 觉得是非常缺少这个部分 就算你可能一直想要努力 或者说你也感觉到说 他有尝试着想和你们多相处 但是或许就是因为可能现在生活之中 他的工作或者说他的经济 或者说可能家里的长辈 是会去拖累你们这段关系 或者说会去无意见去阻挡你们这段关系的发展 但是你会感觉到说对方他好像仿佛 也是能够去跨越这一切 想办法要来找你们 或者是你会觉得对方他有时候 还是会受到这方面影响 会稍微去拖延到你们这段关系的发展 但是对方仍然是会带着那种诚恳的 这样的感觉 或者说这样诚恳的心情来去和你相处 所以其实看出来说 你目前所感受到 他对于说你们的这段关系的话 他是带着满满的诚意 或者是说他是很有意愿 想要去跟你们发展这段关系 最主要是你会觉得 目前的这个状态 真的是太非常的美好 就觉得好像会许 应该说或许会有机会 可以交往在一起 但是你还是会很担心 说是会被其他的外在因素给影响 或者说可能会不会被经济给拖累 就是因为考量到金钱的部分 或者说经济状况 就会担心说他会就是不想跟你在一起的 这样的情形 好那这边的话如果说验证牌有符合的话 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那么接下来往下看就说 他现在对你隐藏的感情是怎么样呢 那这其实从牌面上 两人会觉得说其实最主要讯息就是 他目前对于说你们隐藏感情就是 他并没有很老实的去面对 他心中真正对所状感情的这个想法 又或者是说其他也并没有想跟你 真正的说实话 因为实际上他在心目中 现在对于说你隐藏的感情的话 他其实是抱持着一种比较负面的想法 或者是说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勇气的 想要去面对这段关系 他通常可能都会是以他自己想要去维持的那个脚步 或者是说他已经不想要继续坚持在这段关系之中 所以如果说你们现在可能是属于高度暧昧人的话 其实这个答案会对你们来说会比较危险一点 因为就表示说其实对方他会开始 渐渐想去从这段关系脱离 并且呢有可能对方接下来的话会 渐渐的会让你感觉到说 他可能真的比较冷淡一点 因为事实上也看出来说 他目前已经撑到现在 是已经有点快要是撑不住了 其实他现在目前想要放弃 或者是说想要随于而安的心态是越来越明显 那如果说你们现在可能真的是单纯的单恋的话 其实会建议你们就是真的要去问清楚 或是说真的去搞明白说 究竟对方他是不是真的有考虑你们 或者说是不是真的想跟你们有这段关系的发展 就是才不会让你一个人在那边干等 因为其实从排面上看出来说 如果说是特别对于说单恋的人的话 事实上他并没有打算跟你们讲清楚 就是他可能会一直拖着 就是会对于你们而言 其实也会觉得比较不公平 所以会建议说一定要跟对方问清楚说 不要再只是你感觉 然后你必须要是很清楚的从他口中得知 因为其中排面上看起来的话 首先你第一次问他 他可能不会说 但你可能多问几次之后 他就会明白的跟你讲 说他心中现在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那如果说是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 其实这部分会蛮恭喜你们的 因为对方他并没有想要急着去结束掉这段关系 那只是如果说你们急着想要去往下一段关系去发展 或者说下个阶段的话 会建议你们就是可能要再多等等 因为目前现在他比较不希望说自己有受到这方面的压力 或者是说你要多给他一点信心 让他能够去知道说自己也是能够支撑这段关系 或者说自己能够是匹配的上这段关系 因为其实也看出来说 目前现在他是真的比较没有自信 对于说你们之间未来规划 或者说这段恋情的想法的话 他是比较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信任你们 或者说他是觉得说这段关系 或许在未来是有结束的一天 所以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相信 这段关系在接下来之后会有一个好的发展 所以目前的他的话 对你们隐藏感情就是他已经有出现 想要放弃的念头了 那接下来往下看就说 在你们的近期的发展会是如何呢 那就要其实从你们之后的这个近期的发展的话 从盘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事实上你们现在可能会碰到蛮多的困扰 或者说会有蛮多的阻碍 但是当你们可能碰到一些困难 或说阻碍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生命的贵人 想要来去帮助你们 比如说像是你们的好朋友 或说是你们的家人 或说是你们的 呃 智友们 那当然其实如果说你们自己本身是没有和别人分享你们的感情的话 这时候你们可能就是要多留意说 宇宙所给予你们的一些讯息的提示 因为宇宙可能会透过这些的方式 来去让你们知道说 目前你们可能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才有办法去跨越 或者说你们可能在面对说这个人的话 你们心念必须要先转一下 那同时在之后的话 有可能你们其中有一个人 你或者是他会蛮常送对方礼物 或者说你们可能会有一起出去逛街的这个可能性 但是呢要特别留意就是说 你们接下来的这一段的关系的话 就是不要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 或者是说不要太过 呃就是太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 必须要多去和对方相处 然后多去观察对方 透过对方可能在跟自己相处的这段期间 所展现出来的样子的话 那个才他真正的样貌 就是你们认识他 不能是用你们所想象中的方式来去理解他 而是必须要由他自己能够去展现出来 他的这个个性的那一面 因为事实上所有的感情的话 在刚开始刚恋爱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一切都很美好 然后就觉得说自己是 呃对方是符合自己心中所想的 或说可能对方缺点 你是能够完全接纳的 但通常都会在相处一阵子之后 才能由言降触察 或说生活中的细节才是 呃就是生活中的每个 每小微小的细节才是 这段感情或是每段感情中 这个很重要的杀手 所以其实魔鬼都是藏在细节里面 因此建议你们 其实在之后的发展化 你们千万记得 就是要主动的明白知道说 呃去观察下 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完全符合到你们 要不然其实你们会蛮容易 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 呃去打坏你们的这一段的关系 所以其实在接下来的话 要特别留意就是说 你们可能也会有出现第三者的可能性 所以你们就是有时候 不要太过于自满 或说有时候也不要太过于自大 尽可能就是多制造 和对方能够互动的机会 就是也不要太经常让他一个人而已 然后在你们两之间有机会相处的那个当下的话 就是你记得要多表现 然后多展现出一些比较体贴他 或者是说是能够多包容他的 这样的一个心 那个想法 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心 他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那其实在接下来也有可能说 你们跟真的相处的时候 会不自觉花很多的钱 或者是可能会一直常常跑出去玩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 就是之后金钱的花费 在这部分可能会开销比较大 不过当然金钱开销大 你们还是会得到一些回馈 比如说就是 他会特别花时间和你们相处 这样的情形 好 那这的话呢 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子的讯息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你有帮助 或说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按赞留言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说我需要预约跟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有永远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 第三组牌组的朋友 那首先来看到说在神谕卡的话 说想要给选到第三组牌组朋友 你们的讯息 那这边在神谕卡是想要告诉你们 无论说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 看到对方他过得有多好 或者是说他对你们付出 是有多么的用心 你们千万呢 都要记得不要完全的去付出你们自己 无论说在这段关系里面 对方他是有多么的和你们恳求 或者是说是有苦苦的哀求 又或者是有无论的去诱惑你们 或者说对你们有多好 或者说对你们有讲出多么甜言蜜语的话 或说展现出有多么美好 或者是说勾勒出多么耀眼的未来的话 快告诉你们千万都不要轻易的去相信 也就是说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你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和对方 保持一个适当完美的距离 其实只有当保持着这个 在比较美好或是完美的距离的话 才有办法能够去继续经营你们这段关系 因为其实有可能对方并不是抱持着一个真正的态度 或者是说并不是抱持他最真诚的想法 然后来去和你们相处在一起 所以会告诉你们说 其实无论你们有多么喜欢这个人 都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你们自己 不要那么轻易的去调降你们的底线 就是要尽可能的就是保持好 你们自己应该要有的对于说情感最基础 或者是说一定要有的那个程度 那接下来看到说就是在验证牌的地方 你目前所感受到他对于说你的态度或者是感觉 那这边其实在牌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事实上你会觉得这个人他对你的话 在态度上面是真的有点太过于严苛 或者是说他其实会蛮放任你 就是他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你身上 与其说想要多跟你相处在一起 他会更爱他自己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可能会比较难相处 或者说你会觉得这个人毛很多 其实你一直想要去讨好 如果说你之前会想要讨好他 或者说你可能之前会想要去附和他 他就会一直觉得说你好像越来越来越没有组件 或者说你可能就是对他好像不够好 就是你已经付出你的所有的一切 你已经付出到120%了 但是他还是感觉说你只有付出20%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人他会有点不知好歹 或者是说你会觉得他太过于就是以他自我为中心 就是好像整个世界就是围绕着他转 你会觉得自己是没有被他给受尊重 然后他又是用一种比较高标准的姿态 来去看待你 或说来去面对说你们的这种关系 那当然其实在他心情比较好 或说你真的完全帮助到他的时候 他才会对你就是对你比较好 或说可能想要对你讲出一些的好话 就是他的这个态度的转变 你会觉得他有点转太多了 就是当他需要你的时候 你没有帮助到他 他就会觉得对你很失望 那如果说当你帮助到他 然后能够去解为他之后 他就会觉得你好像又很有用 就是他会你会觉得说 真的有点在一直那种反反复复 或者说就是对于说 他对于你的态度真的是好像有点在利用你 就是有点太过于自我 自以为是然后说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说 这个好像又有点在参考 或者说在考虑其他人 其实你会有点蛮多的担忧 或者说你其实会有很多的不放心 那这些话呢就是选到在主牌主朋友 你们验证牌的讯息 那如果说有符合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就说现在的他对你隐藏的感情 那这些话从牌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事实上目前的他所对于你的隐藏的感情的话 其实杨阳会觉得说 这个人他会比较去犹豫 或者说可能会比较不知道 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去掌握说 他应该怎么样去对待你 甚至有时候其实他在对待你的态度的话 真的会比较忽冷忽冷 或者是说其实他对待你们这份感情的话 其实他会有点偏冷淡 或者说他会觉得有点像在施舍你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不知道说你们有没有同时也感觉到说 他是有在施舍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其实呢这个人他也 应该说他这个人可能比较缺乏爱 或者是说这个人可能比较缺乏说 需要被别人给关怀 或者说被别人给照顾 或者说被别人给注视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因为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你们这份关系 或者在对于你的话 他还没有想得那么多 甚至呢他也还没有想到所有这份关系 究竟接下来的话是不是要再继续的发展下去 所以其实这个人的话 他会比较像是抱持着放牛吃草 就是那种比较随随性的这个状况 就是说如果说你有来找我 那我就觉得很就是很OK 或者是说他觉得那就不错 但如果说他可能真的在忙的时候 他就不会去想到你们 就是会变成是说 你主要是你们会去希望说他来 给你们一些感情上的回馈啊 或者说可能给予你们一些的关怀 但实际上他自己本身却不会 所以事实上他这边对于你的隐藏感情的话 通常是那种他希望有你去追逐他 或者说有你去想办法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其实这样的话就显示说 这个人他会比较自我为中心 或者说其实这个人他会比较像是说 贬低你的这样的情形 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姿态 那当然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有在考虑说 是不是要去结束掉这段关系 他曾经有想过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最后面为什么他会没有这样想 就是因为他还是会希望说 是由他来给你感情 所以比较说其实这个人的话 会比较容易就是到处散播爱情 或者说可能就是一个爱情发电机 就是他会比较到处碾花乐潮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所以呢你就比较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人的注视 那其实这个人他也确实不会想说 要跟你们去讲实话 其实从牌面上你可以看出来说 他对于你的这个感情的 就是比较没有让你知道的话 通常就表示说 其实他会出现一下子 然后人就会突然这样子不见 就是会有那种来来去去的这样的状况 那其实他这个人本身 在对于说感情的话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他比较不会去特别留恋一段关系 或者说也比较不会在一段关系待太久 就会比较容易有一些 没有新鲜感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去坚持在一段关系里面 所以其实这个人他是蛮吃那种新鲜感的 重感情这个比较不适合他 也不是他想要的 那接下来去往下看就是说 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这个近期的发展会是如何呢 那这话其实在牌面上看 可以看到说 在你们近期的这个发展的话 实际上也不会有太多这个进展的机会 应该怎么说呢 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能确实会仍然维持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现状 那同时你们还是会被他这样的一个个性 或说他这样的行为会有所困扰 就是还是会让你觉得说 这段关系你不知道说 你到底应不应该要继续坚持下去 但是当这个人愿意就是 都对你展现出一些他的态度啊 或说可能都对你展现出一些好感的话 你又会不自觉的陷入在里面 所以其实对于你自己而言的话 你会觉得会比较有一点矛盾 但是你又会没有办法去完全舍弃一下这段关系 那如果说你们自己本身 是跟这个人是有在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或说你们是有一群朋友的话 实际上这边这群朋友是能够去化解 你们这段关系之中所造成的一些的尴尬 或者说可能造成这方面的忍战 所以如果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 你是有一个人可以指导你 或者说可以帮助你们 然后那个人是比较偏向年长 或者是说是个性上面比较成熟的话 会建议你们就可以多跟他聊一聊 或者说可以请他帮助你们 让你们这段关系可以变得更加和谐 或者说可以帮你们俩之间牵个线 比较会建议你们说 就是不要太过于靠你们自己的想法 如果说你们总是靠你们自己去想 说这段关系该怎么去化解 或者说该怎么去进展的话 通常你们可能这些的做法或者是行为 都会比较没有办法有一些的作用 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有一些的效果 因为这个人他会比可能 宇宙是想告诉你们说 其实在你们之后的发展的话会比较建议你们 就是有另外一个人来去帮忙推动你们这段关系 因为这下你们这段关系 比较会真的碰到很多的困难或者是阻碍 而且这困难都阻碍的话 有可能是来自于说外在的 又或者说可能他有其他的人 碾花惹草的人 回来找他 就是他曾经的这样子到处去放情 就是放那种放情的种子 所以这些种子就是要回来找 他会希望说他也能够去夺取这个人 那当然你们会觉得说会有点不甘心 或者说可能这个人怎么这么的糟糕 但是刚好这个人就是属于现在这样的一个个性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们之后应该说你们近期的发展会比较偏向这样子 所以可能就需要眼线去帮你们留意 注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会比较能够去提升你们这段关系 所以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你们要真的比较小心 就是说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或说不要用自己的认知 会希望说尽可能的在团体之中 制造这种欢乐的这个气氛 比较能够去吸引到他的目光或者是注意力 好那这的话呢 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你们帮助 或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按赞留言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如果说需要预约跟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新年快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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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